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。 咱们今天来讲一下腰椎。 年龄越大的人,应该越有感觉。 就是感觉自己的腰部,每天都感觉特别的僵硬。 有些朋友早上起床的时候,这个腰部都不能一下子起来。 要缓好久才能感觉这个腰部,慢慢地缓过来了。 腰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? 其实源于两点。 第一点从结构上面来说,我们整个上半身的重量, 在往下走的时候,都压在我们整个腰椎。 也就是说,腰椎在结构上面,它是受着很大的一个压力。 如果说你在家上日常当中,你不注重它的一个养护, 每天工作比较劳累,经常弯着身子做家务, 无疑就是让我们的腰部的肌肉,这个结构,变得更加不稳定。 所以呢,就这两方面,它让我们的这个腰部很痛, 有很多人它是不会放松的。 不懂放松的人的腰部,就会经常感觉特别的僵, 特别的难受。 今天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个,非常好的腰椎动作。 这个动作可以说是二合一的功能,不仅可以做到伸展我们的腰椎, 同时呢,它还能锻炼我们的腰椎。 所以说,这个动作非常好。 而且最关键的是,它这个动作非常的优雅,非常的好看。 咱们话也不多说,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。 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两个字,并且把这个视频,一定要记得收藏下来。 我们现在来讲解动作。 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,这个动作的基础姿势非常重要。 大家注意看,我假设要拉我右侧的腰, 那么我的左脚的脚尖,一定要朝向我的正前方,也就是十二点钟方向。 右脚的脚尖,朝向三点钟的方向。 然后脚跟对上脚跟。 形成这个钉字形的一个步伐。 好,我的身子还是朝着正面。 把腿部姿势摆好了。 身子朝向正面。 好,这个时候呢? 右手握拳放在我们的后腰处。 好,左手往前伸。 掌心朝下。 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。 大家注意看。 来,开始。 弯腰,手掌往上折。 好,从正面看一下这个姿势。 你看弯腰,手掌往上折。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,你就能明显地感觉到了, 整个后面,这个腰部,这些以前经常拉不到。 按不到的地方,就开始像一根筋一样地锁紧了。 我们随着往下慢慢地拉。 就把这个地方给它拉好了。 拉松了。 我们在这里,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膝盖,一定不能弯。 做的时候,膝盖不能这样弯,保持直立,腹部收紧。 来,一,二,三,四。 是不是这个动作非常优雅。 然后,我们在做的时候,一定要注意一点。 你看手往下的时候,我们这个后手顶住,不要松。 很多朋友一做这个动作,一做这个架子就散了。 那后手下来了。 后手一下来。 这个架子松了,你做起来就没有那么好了。 你看,来。 一,二,三,四,五,六,七,八。 好,做完了以后,我们再换一边。 我拉我的左边的腰。 那么这个时候呢,我的右脚的脚尖要朝向正前方。 同时呢,我的左脚的脚尖要朝向九点钟的方向。 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。 身体一样是朝着正面,和你的脚尖一个方向。 好,然后我们一样。 开始把我的这个左手的后手,你看顶在我们的腰部。 手往前伸。 来走。 一,二,三,四。 慢慢地往下,上来,下,上。 做这个动作时候,你的腹部一定要收紧。 往内收紧。 小腹收紧。 你收得越紧。 你下来的时候,它这个身的感觉越明显。 所以我们做的时候,你去感受这种感觉。 慢慢地上来。 手配合这个动作。 为什么呢? 一定要把我们手上的筋也拉开来。 所以这个动作,它设计非常的巧妙。 你在做的时候,你就能感觉到你的腰部,不断被拉伸开来。 然后再收缩。 再拉伸再收缩。 就像这个海绵的原理一样,不断地挤压,松,挤压,松。 就把我们里面原来一些堵着的,不好代谢出去的,一些残留的不好的物质,给它代谢走了。 同时新鲜的液体进来了。 把我们整个局部的循环给打开。 然后,腰部做完以后,你活动一下,会变得非常轻松。 同时你可以弯下腰感受一下,你会发现你的腰部,原来一些紧的地方都松开来了。 这个动作呢,我建议大家每天左右各做三十下。 做完以后,你自己感受一下。 如果感觉还不到位了,你可以再增加一组,腿脚不好先练胯。 你一定要记住,腿的根,就在于我们的胯。 咱们现在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,走路的时候,感觉腿脚特别地重。 这个腿上感觉有劲,它使不出来,特别发软,特别难受。 这个时候,你一定要记住,要把我们的一个髋关节给打开。 胯是哪里呢? 就是你看我们腿部运行起来,运动起来。 这里转动的地方叫大转子,我们也称之为髋关节。 为什么说胯非常的重要? 你看咱们正常走路,它这个不服的一个摆动,是比较大的。 年轻人都是这样的。 那么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,如果你不注重我们的髋关节的话, 你会发现,很多的人走路,这个胯打不开。 它会导致,你看我们摆动的这个幅度,变得越来越小。 而且呢,它摆动幅度小了以后,就会导致我们腿上的肌肉。 很多的大肌肉群,它的力量是没有办法直接发出来的。 所以呢,你会感觉你的腿脚特别的重,走路如挂钳,有力发不出来。 而且,当肌肉长期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,一个发力以后,这个腿就会越来越重,越来越无力。 那么今天呢,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,一个开胯的动作。 这个动作非常简单,也是和咱们中老年朋友们,没事就做一做,把胯给打开。 我们话也不多说,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。 首先呢,咱们要做一个转胯的练习,给大家演示一下。 你看来,一,看一下我们的胯。 好,再来转过去。 二,三,四,五,做快点。 六,七,八。 大家注意看,我的板凳,我只做一半。 然后呢,这个动作练习也非常简单。 无论你的板凳是高的还是矮的,你一定要记住。 比如说,我转我左边的胯,那么我只需要把我的腰部, 你看微微地凝转一下这个胯部,往下一转,哎,就可以了。 哪怕你的板凳高也没关系,你腿转成这样也没关系。 把我们的这里,一定要把它转起来。 再来,这个动作非常简单,非常适合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们,居家坐在板凳上去练习。 好了,这个转胯动作,我建议大家左右围一次,每天坐上50次就可以了。 胯转完了以后,我们还要抖。 把这个胯给抖活了。 怎么去抖呢? 也非常简单,腿就这样翘住。 翘住了以后,双手就按在我们的,这个内侧这个位置。 双手按住,按住了以后呢,你看慢慢的,手轻轻地去推,慢慢的,这个幅度越来越大。 咱们很多人胯是比较紧的,他这个腿一翘就变成这样,他下不去,没有关系。 我们只需要慢慢地给他活动活动,活动活动,他慢慢地就下去了,就变松了。 我们把这个胯就每天这样抖一抖。 左边抖完了以后,我们抖右边,腿翘起来,感觉这里筋比较紧的朋友。 我们慢慢地,就这样,非常简单地这样抖一抖,慢慢抖,他就抖松下来了。 这个动作可以经常做,每天做,你坐着没事的时候,就把这个动作给他练一练。 其实在抖的时候,就是把我们深层的一些筋,给他拉开来了。 最后教给大家一个小技巧,我们每次抖的时候,大概抖个30下到50下就可以了。 抖完了以后,我们手可以这样压上去,把手单在上面,然后压上去,身体的重量,微微地往这一侧。 比如我这右侧,由右侧偏一下,压上去,保持一会。 它又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拉伸的作用,把我们一些比较紧绷的一些地方,给他拉开来。 就这样拉伸5到10秒钟就可以了,时间不要过长。 好,做完了以后,你可以把你的双脚,抬起来活动活动,走几步路感受一下。 你会发现,一旦我们的胯打开了,你走路的这个步伐会明显地变大。 同时走起路来,真的是步步生风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 希望学会的朋友,可以每天坚持去做一做。 长期坚持做,一定会有很好效果。 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视频分享出去,让更多的人看到。 咱们下期再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